1945年8月15日,朝鲜半岛从日本手中得以解放 以伟多38线为基点,南北分别为被美国和苏联控制 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齐齐势势力开始南清 人民军即用了三日就占领到首尾 并在四十日后,掌握了除落东江以南外的朝鲜半岛所有地区 国军的兵力与人民阵相比,在人数上处于极端烈势 因此,当时有许多穿着校围的学生们 也以学生义勇军的名义参加了战斗 1950年8月,朝鲜人民军攻克汉城一路南下 他们来势汹汹,韩国国军根本不是对手 在巨段悬殊之下,韩国只能进行了净击撤离 尽管这样,韩国依然损失惨重 事后,江大卫找到司令长理论 事实上,原本要支援他们的部队并没有来 如果没有中断他们的火力后援 韩国不会败得这样迅速和惨重 在接连三天的战争中,江大卫所的第三部队 接到的命令除了撤退就是撤退 这样下去,难道他们一直要退到釜山 让朝鲜彻底占领 司令长也是有苦说不出 作为军人,他理解江大卫看着自己的战友 一一阵亡后愤怒的心情和心痛 可他也实在没有人力,可以支援江大卫 而且,抛兵大队必须前往汪铺里解救第四部队 更加严峻的是,江大卫所领导的第三部队 现在也必须前往洛东江参战 因为朝鲜人民军第五、十二、十五部队正前往洛东江进攻 上级命令他们前去分散人民军的火力 可想而知,洛东江即将血流成河 韩国已经没有了退路可言 洛东江成为了他们的最后防线 可这样一来,普相就没有了部队防守 不多久,两辆满载学徒兵的车停在了普相 这些学徒兵,大多数都是杀人未遂,被判刑,要关进赶华院的 但是,他们都致愿加入学生军队,代替刑法 而这些学徒兵,这次的任务就是守卫普相 普相是战略重地,比起洛东江战线,普相的情势比较安全 学徒兵要固守到联军部队抵达釜山 这些学徒兵共有68人 加上原有加入军队的三人,共计71人 最终,江大卫任命有少许战斗经验的吴长芬 担任中队长 还未曾体验过战争的残酷的学徒兵们 一边提问为什么由吴长藩当队长 一边笑哈哈地开着玩笑 他们还不曾预料到将要面对什么 与此同时,由朝鲜人民军少小军官朴武郎率领的金锐的706部队 正在朝浦向进发 而另一边,在一所学校中 布防的学徒兵们还没有适应他们的新身份 吴长藩试图让学徒兵们搬运尸体和开枪试炼 只是,结果都不尽人意 其中一位名叫巨甲族的不良少年 引起了吴长藩的注意 一方面是因为他桀骜不逊 且不满吴长藩说教的态度 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有着精准的刀法 夜晚降临 负责放射的两个学生很快就发现 有人民军靠近 得知这个消息的吴长藩 带着所有学徒兵隐蔽在学校的围墙边 却不想,有一人弄出了声音 发出了这里有人的信号 人民军听到声音,立刻用枪射击 在场的学徒兵都被吓傻了 在生子关头只能下意识地挫着脖子 闭着眼睛 朝着人民军的方向无差别射击 胜在有围墙当作掩体 学徒兵们无一人受伤 几名人民军则无一幸免全部死亡 第二天,吴长藩带领多名学徒兵外出 其余的则留在学校 就在吴长藩带着众人准备打到回府的时候 突然一个隐蔽在暗处的人民军 开枪杀死了两名学生 其中一名是和巨甲组关系较好的胖子 看着昔日的好友倒在自己面前 巨甲组无比愤怒 拿着枪不顾无常翻的命令 就朝着那名逃跑的人民军追去 这些学徒兵本就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训练 有巨甲组这么一个人带头 所有人都开始追击那名人民军 他们一路从树林里追到了金黄的麦田 然而下一秒钟 事先埋伏好在麦田里的十几名人民军 开始找着学徒兵们射击 学徒兵们中了埋伏 瞬间就死伤了几名 最终凭借着一股年轻人的莽进 他们将人民军打散 只不过学徒兵也没得到什么好处 带出来的人挤进全军覆没 学生们回到学校 信有余计地向江大卫请求支援 可此时 落灯将炮火连天 战况吃紧 能自保已是不易 根本无力在调害人手 后面一转 朝鲜人民军抓到了一个名叫达英的学徒兵 三月两宇之间 朴武郎大致知道 此刻驻守在浦县都是学生 于是他驱车来到学校 目的一是为了将达英送回来 目的二是为了劝服学徒兵们投降 并且朴武郎表示 自己的队伍将于十二点发动进攻占领此地 当然 在此期间 如果学生们在旗杆上挂上白旗的话 他们就不会进行这场 无谓的战争 朴武郎的话 在学生们的内心激起了不小的涟漪 恐惧死亡是生而为人的本能 只是 相比死亡 这些学生更明白 他们是军人 他们要保卫家人 保卫自己的国家 虽然害怕是他们忍不住的颤抖 但和一开始比较 这次他们的眼神无比坚毅 时间很快就到了11点30分左右 此时 学徒兵们正在紧锣密鼓地为战斗准备 他们将教室中的桌子椅子 和一些凡是能当掩体的东西搬出来 又准备好炸弹 埋在学校门口附近 十二点整 朴武郎还在等待升起的白旗 却没想到 等来的是一枚枚炸弹 朴武郎有意放学徒兵们一马 可这些炮弹彻底激怒了他 他一声令驾 人民军开始围攻学校 学生们也没有坐以待毙 他们先是利用事先买好的炸弹 解决了人民军一部分兵力 紧接着 开始朝着他们射击 利用有掩体的优势 他们让人民军根本无法近身 此时 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 一辆坦克从不远处开过来 紧紧挤发炮弹 虚度兵们 对近搭配的掩体 叫化为乌有 关键时刻 一名学徒兵拿着炸弹 跑到坦克近处 将炸弹投到坦克内部 和敌人通归于尽 他的牺牲换来了其他人 短暂喘息的机会 而人民军毕竟是 受过训练的正国军 他们武器设备精良 又有计划和组织 因此 在他们猛烈的攻势下 学徒兵们渐渐处于下风 不过片刻功夫 无常翻就不得不和其他人 推到大楼门口 就在这时 一辆载有机枪的车 从大门冲了进来 原来是巨甲组和另外一名学生 假装投降人民军 截火了人民军的机关枪 伴随着机关枪子弹 快速地发射 无数的人民军 也倒在了地上 在这之后 巨甲组也退后到教学楼门口 和吴长帆并肩作战 与此同时 另一架坦克朝着学校开始逼近 坦克接连发射了几枚炮弹 原本以教学楼 窗户为掩体的学徒兵们 顿时被扎成了重伤 一个戴着眼镜的学徒兵剑撞 拼死拿着手雷 跑到了坦克前方 可身体还没碰到坦克 他就被打成了筛子 坦克碾过他掉落的眼镜 又压过他的身体 下一瞬间 他抱在怀里的炸弹爆炸 坦克的履带则随之被炸断 趁着这个时间 其他还能行动的人 都躲进了教室当中 巨甲组和吴长帆两个人 躲在其中一间教室 此时 他们难得心平气和地聊起了天 之后 他们简单包置了下伤口 就一起冲出了房间 此刻 大批的人民军 已经冲进了教学楼 两人一路嘶吼 一路开着枪上了天台 到了天台 情况也仍然不容乐观 他们不仅要设计楼下的敌人 同时 又要注意从天台入口 冲出来的人民军 此在天台入口的尸体 逐渐堆成了小山 可仍然有数不尽的敌人 像蜜蜂一样涌上来 冲上来的敌人 还是一样多 可是 吴长帆和巨甲组 枪中的弹药 却在不断减少 咱们两人不知杀了多少敌人 双拳难敌死守 随着时间的特疑 两个人身上都挂了不少载 所有人都知道 他们现在只不过是在 垂死挣扎罢了 可这时候 一枚炮弹正中人民军的坦克 原来是江大卫 不放心学兔兵们 带了些人手和迫击炮 从前线赶了回来 武太郎看了看头顶的天台 拿着枪带着人民军 冲进了小雪楼 朴武郎不急不徐 没走几步 就开枪杀死一个 还残存着几口气的学兔兵 他一步步走到天台之上 枪口都是巨甲组 此时 巨甲组和吴长帆都没有了还手的力气 吴长帆只能歪起着身体 看着朴武郎杀死了巨甲组 杀死巨甲组 朴武郎朝着吴长帆走去 随着两身枪下 朴武郎和吴长帆 互相朝着对方开了一枪 朴武郎没想到 死到临头 吴长帆还有力气反抗 又是几身枪下 吴长帆预想中的疼痛没有降临 是江大卫及时赶到了天台 射杀了朴武郎 但朴武郎向吴长帆开的那枪是致命上 最终 包括吴长帆在内的71名学徒兵 全军覆没 能够证明他们存在过的 只有这座被他们防守下的谱像 这部典型根据真人事件改编 题材非常好 但到后期有些过度美化学徒兵 导致整体看下来感觉有些许是真 总归反映了战争是残酷的 人民和孩子是无辜的 只是战争的无情 就在于无论是老人还是孩童 只要端起枪 他们就只能是战友或者敌人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想表达对我们的支持 就给我们关注点赞和转发吧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